第24章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 一位记者请尼尔、阿姆斯特朗讲讲阿波罗11号登上月球时他的感想 如 果你知道自己坐在政府用最低廉的价格买来的200万个零件上面的时 后,你有时要感觉 这是一句很机敏的回答 但是他反映了一种错误的理解 认为政府必须 跟出价最低的商人做生意 当然这不是事实 但令人吃惊的是有那妖多 人相信他 我在谈判至圣秘诀讨论会上总是听到这样的话 我们同政 福打交道的时候该怎样办呢 他们只接受最低的价格 在飞往东海岸的飞机上 我坐在一个五角大楼负责采购的官员身边 我 向他提出这个问题 我总听说政府从出价最低的一家进货 是真的 吗 绝对不是 他告诉我 如果这样 我们可就真有麻烦了 价格绝不 是最重要的东西 我们更关心公司的经验 工人的经验 负责产品的管 理队伍以及他们准时完成任务的能力 原则是从那些能够满足我们的具 提要求 通时价格又最为低廉的商家购买 如果我们知道具体哪家对我们 是最合适的 我们就拟出倾向于那一家的说明 所以 即使对联邦政府而言 价格远不是最重要的东西 因为谁也不会 轻易考虑一家没有合法竞标手续的公司 我们不妨看看下面所列举的对 买主而言可能比价格更为重要的东西 相信他们正在同你做一笔最划算的买卖 产品或服务的质量 搞销售的经常告诉我 他们卖的产品只是商品而已 他们说买主不关心是从谁那里买的 他们只想要最低的价格 这纯属是 胡说八道 在这个世界上 你买时要东西只看价格吗 你会跑进一家五 经商店买一根钉子 就因为你知道这里的钉子是世界上最便宜的钉子 如果说买主只买最低价格的产品和服务是事实 那要90%的供应商都没 生意做了 市场唯一存在的公司就只能是出价最低的那家公司了 而这 是一种荒诞的假设 你要知道买主让你相信他只把你的产品当成商品 那只是一种聪明的策略 也许根本不是他真实的感受 你提供的项目 很多大公司奢销产品赚的钱比卖产品赚的钱要多 我最 净租了一辆最贵的豪华汽车 我相信制造汽车只是该公司的一小部分页 物 真正的钱是靠奢销或出租证来的 你提出的发货时间 你能不能在他们需要的时候发货 而且始终如一 你能不能提供及时发货的制度 你愿不愿意让他们把产品暂时落战等 用的时候再发给他们 发货或服务的经验 你对公司的情况或者他们做生意的方式是否熟悉 你觉得这种关系是否融洽 你提供的担保及售后责任 我曾经花几百美元从夏浦 伊米奇商店买了 建产品 几个月以后有个地方破了 我打电话看看是否他们能解决这个 问题 刚听清我解释的问题 接线员就说 如果你给我您的地址 我 快递给您一个 我说 你不需要知道我食腰时候在哪里买的吗 我恐 怕找不到收据了 我们食腰也不需要知道 我们只想保证您对产品满 一 他说 当公司负责任到这种程度时 我还去忧虑他们的价格是不 是最低的吗 当然不会 各位先生 让我带你们到我们的工厂走一走 看看我们的生产技术 听听我们能提供的售后服务 然后咱们再接着谈刚才的价格问题 好 吗 退货服务 如果人家退货你会接受吗 你会不会重心给他们备货 并主 动去做 与你个人及你的公司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随着公司越来越清醒的认识到 与供应商建立互惠互利关系的重要性 供应商和客户之间过去形成的对 利关系正在消失 信誉 你公司的信誉比价格更未重要 尤其对一个刚刚建立的公司或者 是一个资金流动很快的工厂 在不景气的年份你可以度过难关 你的职员 当合同中要求完成一些项目 宇宙空间 建筑 或者提供 一种服务 立法 审计或统计工作 电脑服务 下面的因素比价格更 重要 一 你派去执行任务的工人的素质 二 监督这项工作的人员的管理水平 按照客户要求定做和包装产品的能力 你给予他们的尊重 很多时候 公司从一个大的供货商转到一家小的工 货商 因为他们想成为供货商的一个重要的生意伙伴 他们觉得这个工 货商给了他们更多的尊重 心态平和 我的电话一直想用ATT公司的服务 尽管它比斯普林特和 MCI更贵一些 而且我从没想过改变 我一直享受他们的服务 因为很 多年来他们的服务便捷 而且没碰到食妖麻烦 对我而言 有比为了一 各电话节约几分钱更为重要的东西 可靠性 他们能相信你们可以一直保持高水平的产品质量和服务吗 总而言之 我要提醒你 价格并不像你想象的那要重要 就因为你是一 各销售人员 你就断言价格让你大伤脑筋 买主可能把价格当成个大问 提跟你谈判 因为他觉得这样他才算做了一笔划算的买卖 但是不要胡 图德认为他心里也这腰觉得 绝非如此 不认为他心里也不想做了一笔划算的买卖